一往左边来 它就是特别烫 又迷一点 又冷了 对 又冷了 有个妹女说她燃气热气 一会儿冷 一会儿热 其实小姐的问题还挺常见的 但是不一定是坏了 有很多都是调解的不对 你好 是燃气热气的 对 燃气热气的 她说什么 一会儿冷 一会儿热 对 我自己装了一会儿 除了烫水 她又冷 除了烫水 又冷水 就洗了不能洗 你平常怎么用呢 你用我试试看 冰箱 你用一下 我试试看 我看上去 一般正常情况下 往这边来 左边不是热水吗 一往左边来 它就是特别烫 你知道吗 然后我往中间里 往右边拧一点 又冷了 对 又冷了 往中间里 直接是冷了 带不起来 所以她除了烫水 就得冷了 这个基本上没有坏 是你可能是你调节的部队 现在摸这个水管 很烫 这边是出水管 现在调到大的 我们来调到冰箱 试一下 中档也就是说 不是很热 是吧 中档你看了 她一会儿就自己不烧了 一会儿就不烧了 是吧 对 带不起来 再烧呗 你看 它带来燃烧的 可以的 你把它调到最热的档 最热的档 很烫 现在都烫 我知道 你现在调到最热的档 翻过来 对 调到最热的 它应该是火力一直在走的 你看它冒着大 也蛮烫死的 稍微等一会儿 不要急 因为它的管道有点长 它稍微要等一会儿 管道怎么可能长 这个变成精力 比你的厨房那么近 别急 我来给你慢慢弄 现在摸这个温暖还可以 像这种不是很温的 就有这种问题 如果这个档位特效的部队 就会有忽冷忽热的状态 这怎么弄 现在还烫吗 这肯定烫的了 把它调到低的 好 现在水管没有那么烫 现在温暖还可以 现在温暖怎么样 这个温暖可以了 可以了吧 冬天的话 就是说天气稍微冷会儿 你又调到中的 不行吧 这么烫 然后再冬天的话 你去调到大档 听得懂的意思吧 不急吗 可以的 我这个东西修了很多了 相信这种情况 我碰到的非常多 不是你一家 知道吧 我的天啊 太恶心了 所以说这个不是坏 就是调节的不对